不要怕 Freestyle 追過 所以在今天的五場對戰結束之後 其實我們真的還有蠻多問題 要好好問一下 You Level Up 的陣動成員 是 我有好多問題想問 是的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呢 在看到今天最終的總集分結算之前 趕快就先來跟 You Level Up 的成員 好好地聊一聊呢 哈囉 哈囉 聽得到嗎 我是捲毛 聽得到 捲毛你好 我們有 今天打完整體的心情怎麼樣 我們有好多問題想要跟你們聊一聊 對 嗯 就今天打得不太好 是 對 對 那你個人認為說 今天的五場整體不太好的層面會在哪邊 嗯 圈運吧 圈運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有嘗試做打架的部分 就不會再做落點 落點的話 然後看到想打的點就會打下來 但是往往都是團戰的細節沒有做好 對 但這邊的話我想要先問一個問題 等一下可能阿三還會有更多問題想要問你們 我先問一個 呃 我們今天看到比較明顯 但是我們不知道你們到底陣容 呃 溝通裡面是出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就是火旋常常都會是擔任一個可能跟你們比較脫節的位置 那如果他可以先扛過幾波的這個呃 單人扛壓扛邊的話呢 都可以幫助你們獲取到不錯的資訊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會直接在前期意外的猝死 這是你們的分配還是個人呃還是火旋單人他就是想要進行這樣子一個戰術執行 嗯我們不會去限制隊友說想要去哪裡或做什麼 但是他自己的單病能力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他想要去做什麼我們不會去做限制 因為他自己能夠保住自己我覺得就OK了 是 所以呃這個的話比較偏向是火旋自己呃個人在賽場上面的選手意識 所以做出這樣的決策 是的 是的 那呃想瞭解一下你們因為呃 卷毛你們第一週其實沒有進超級週末 那你們其實來到第二週的超級週末 你們是給自己設了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呢 嗯目標當然是能夠拿下第一名是最好的 那我們是以平均差不多10分來計算 大概其他隊伍差不多拿到10分至15分 就是每場的進度這樣子 是 所以你們預期自己一場大概是可以拿一個呃 理想的情況是一場10分然後目標150分 是 那目前的分數是100多分喔 是有一段呃差距的 那你們要怎麼樣去面對下一週呢 你們會不會覺得下一週壓力太大了 還是對於下一週的把握程度怎麼樣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你們現在的狀態跟你們的這個氣氛 嗯 我們都一直在做調整 不管是心態啊或者是大家的緊張感 我覺得這一週比賽我們因為第一次進超級週末 然後還有一些地圖也是剛打 嗯 那我們有在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像我相信下禮拜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們是覺得越來越好的這種感覺了 嗯 對但是可能大家看到的就是可能一直失敗 但是我們的檢討跟進步下禮拜應該會逐漸提升 是的那太好了 想要在有一些遊戲內的問題想要跟你們聊一下 比如說是呃剛剛Paul有聊到就是關於我們的 火旋單點位的部分的這個距離的位置 然後其實說我們還在地圖上看到很多 Winter 像是剛才那一把求生島的Winter的位置 它在S層其實是相對較遠的 我想說這是你們的策略嗎 我在想會不會你們是因為你們要前面選去扎點 所以很窮 所以你們要讓Winter多收點東西背過來給你們 所以它才會離這麼遠呢 還是呃你們有什麼線上連線的狀態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簡單來說就是你們的三一分線 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說你們想做三一分線 但是三跟一的距離是互相無法支援形成脫節 所以是呃你們認為呃你們現在的三一分線是合理的三一分線 還是呃真的有出現一些脫節的狀況 我們是合理的因為如果有去了解Beta 就是大家的走向或什麼的 我覺得做這些事情並不難 就像S層沒有跳人那法場也沒有人 那我這個這個點是看過回放這些 我覺得都可以知道的 我們都是跟著Beta走的 OK 是哦那這樣就好了 如果覺得是合理的話 畢竟剛剛Winter後續部分要跟你們集結 我想說你們它可能是要背一些物資過去找你們 然後路上碰到SG1就在正中間 我們還很擔心 很擔心可能會出現一些意外 它可能會有意外 不過這樣聽起來的話那就好多了 畢竟這也是你們認為合理的一個抉擇嘛 對 那就OK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相信我有很多關於遊戲內的問題 算是得到了解答了 沒錯 這邊也感謝這個捲毛在這邊受訪 是的 那在呃今天的比賽結束之後呢 也是辛苦有level up了 下禮拜的話呢 還有更長遠的路要週 第一關絕對就是要先過這個門票戰晉級賽 是 對先過了門票戰晉級賽 知道最後會參加最後一週的超級週末有哪些隊伍的話呢 對於ulave up而言 來到的是這個超級週末的賽場上面也比較好判斷局勢 是的希望你們在下一週的比賽不論是運氣也好 或者是你們現在調整一號都能夠擺戰擺勝 沒錯 先求有再求好 先拿到門票 我相信ulave up離總決賽的這個門檻是越來越近的 我好希望你們晉級啊 卷毛 是的 好 然後那就再次感謝是ulave up的Q碼 今天在今天的賽後訪問當中呢 呃 帶給我們這麼多的呃遊戲內回答了 是的 謝謝 感謝你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是的 那在我們的賽後訪問結束之後呢 要來等待的就會是第二週超級週末 結束之後 呃 各隊的總積分概況呢 同時我們也可以透過剛剛的這個賽後訪問 至少我們放下新的點會在於說呢 我們知道ulave up是有按照他們所設計好的戰術層面去進行執行的 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就合理圖了 那希望ulave up在未來尤其是下個禮拜當中的戰術執行層面 可以更流暢 對 更順暢 哦 那就好了 沒錯 那在今天的比賽結束之後呢 同時也是三分之二的超級週末 都已經進行完畢了 第一名的依舊是BTR 第二名RRQ 第三名的BOX GAMING 以及第四名的Megastars Megastars真的算是在第二週大幅的推進了他們的排名 也獲得了大把大把的 就算是BTR